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谭松韵十大经典电视剧盘点,每一个角色都是难忘的经典制作。 谭松韵是近年来观众缘最好的女演员之一。 她从配角起步,逐渐走向主角,并出演了许多高质量的作品。 你知道她演过哪些电视剧吗? 接下来,我们将为您盘点谭松韵的十大经典电视剧,排名不分先后, 包括最好的我们、旋风少女以家人之名、锦衣之下甄嬛传大当家等作品。 谭松韵给人的印象是积极向上,阳光可爱,温柔亲切的形象。 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综艺节目, 她总是尽力演绎每一个角色,并以真诚和热情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观众。 她的演技充满灵气和感染力,让人不自觉地被吸引,同时也感受到她内心的温暖和善良。 她备受称赞的义德和职业精神让她赢得了许多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喜爱与支持。 她的形象清新自然,让人感到非常舒适和自在。 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和艺人。 你觉得她的哪部电视剧最好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来探讨。 最好的我们是由刘畅指导、李嘉编剧、刘浩然、谭松韵、王立新、董晴、陈梦溪等主演的校园青春剧。 该剧根据八月长安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意外进入振华高中的普通学生耿耿和学霸于怀成为了同桌, 她们共同成长、经历分离又重逢的一系列故事。 这部剧使谭松韵开始真正意义上走红,她在剧中饰演耿耿,一个乐观大方、热心体贴的女生, 因缘际会考进振华中学后,在同桌于怀的影响下积极认真学习。 《旋风少女》是由程紫瑜导演、明晓熙、著名编剧、胡冰青、杨阳、陈祥、白静婷、赵媛媛、吴磊、谭松韵等主演的青春励志剧。 该剧根据明晓熙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群为了梦想坚持奋斗的青春少年男女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范晓盈,一个天生乐天派,古灵精怪的女生。 锦衣之下是由尹涛指导、任嘉伦、谭松韵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悬疑剧。 该剧根据蓝色诗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奸臣当道的明朝家境末年,锦衣为陆毅奉命调查扬州修何款失踪案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员今夏,一个出身世景的小捕快,活泼开朗,古灵精怪, 他与锦衣为陆毅一同卷入了重重阴谋。 以家人之名是由丁子光指导,谭松韵,宋威龙领衔主演的青春成长治愈剧。 该剧讲述了三个原生家庭有缺失的孩子,组成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家庭,共同成长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李尖尖,一个天性乐观,艺术家的女孩。 相风而行是由王之指导,王凯,谭松韵领衔主演的都市励志剧。 该剧改编字幕轻语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女飞行员程潇和陆州航空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共同经历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程潇,一个自由洒脱,个性突出的女飞行员。 请叫我总监室游姚婷婷指导,林更新,谭松韵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清喜剧。 该剧根据红酒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投资人柠檬成为总裁秘书与霸总上司录,记名斗志斗勇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宁蒙,一个渴望帮助创业者的乐观职业女性。 锦辛思语是由温德光、杨小波指导、钟翰良、谭松韵领衔主演的古装剧。 该剧改编自滋滋小说《庶女攻略》,讲述了大将军徐令仪与庶女十一娘先婚后爱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罗十一娘,一个地位卑微但有主见的女子。 《狐狸的夏天》是由于钟钟指导、谭松韵、江潮、张鑫、王炎智等主演的青春萌戏爱情偶像剧。 该剧改编自青春爱情小说《当总裁恋爱时》,讲述了谎研发设计狐狸小姐与人肉测谎,以白兔总裁的爱情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黎燕淑,一个服装设计师。 《归录》是由于翠华指导、景百然、谭松韵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该剧根据《莫宝非宝》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投资总监龟小和牌豹特警录严臣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龟小,一个乐观幽默的职业女性。 《亲爱的麻洋街》讲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州麻洋街上六个家庭的生活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马晓晓,一个强大的女性。 盘点许凯合作的一十位电视剧女星。 于书欣、景田CPE外好评。 因为在《沿袭攻略》中饰演复查、复横一角而一举成名的许凯, 虽然近期没有再推出爆款作品, 但其实他陆陆续续也与不少女星合作出演了古装剧和甜宠恋爱电视剧。 在带播的《你比星光美丽》中, 与谭松韵的合作意外地产生了超强化学效应。 以下是一十位与徐凯合作过的电视剧女星的盘点。 徐凯与谭松韵出演了都市情感剧《你比星光美丽》, 这是一部关于富黑霸总与职场女精英的故事。 剧中不乏高甜吻戏,拍摄手法和色调都极巨为美感, 仿佛在观影一般。 徐凯与于舒心领衔主演了《奇异金招》, 又名《仙剑6》《奇异金招》, 该剧改编自单机游戏《仙剑奇侠》转6。 两人在剧中虽然扮演兄妹, 但互动暧昧,甚至有共吃棒棒糖、调情捏脸等戏份。 徐凯与景田合作出演了古装爱情剧《乐游园》, 不仅两人的角色设定引人入胜, 还有多场甜蜜的吻戏。 两人的互动在戏内外都十分甜蜜, 甚至一度传出了假戏真作的传闻。 徐凯与古丽娜扎共同出演了《雪鹰领主》, 该剧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 尽管两位主演的颜值都极高, 但一些网友对剧情和特效表示不满, 且两人的CP感较为薄弱, 整体评价有些遗憾。 徐凯和杨幂搭档主演了《爱的二八定律》, 剧情明显是姐弟恋。 一些观众觉得杨幂和徐凯的搭配不太合适, 甚至认为剧中的高甜互动过于油腻, 引发争议。 徐凯与钟楚希合作了《迷航昆仑》, 改编自《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的同名小说。 该剧评价和收视起伏较大, 特效被指不佳, 且观众普遍认为两位主演之间缺乏爱情火花。 在《沿喜攻略》后, 徐凯与吴锦严搭档出演了《尚时》, 这对粉丝来说是一个美好的CP梦。 尽管该剧的剧情评价不一, 但吴锦严和徐凯的默契互动引起了不少关注和讨论。 徐凯与程潇主演了《你微笑时很美》, 改编自《清美的同名小说》, 是一部与电竞题材有关的爱情电视剧。 尽管剧情设定引发了争议, 但徐凯在剧中的护妻行为备受称赞。 徐凯与李一同合作了《黎歌行》, 该剧改编自《风弄》小说《老虎不下山》。 尽管两人合作的高颜值吸引了观众眼球, 但有些人觉得徐凯的表演和人物设定过于刻意。 徐凯与白露共同主演了《招摇》, 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乃狗小王子》与霸气女魔头之间的故事。 喜欢《女强》设定的观众一定会喜欢这部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